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知你是我的肆无忌惮第九集 路易觉得自己冲动鲁莽了 哎呀,没事没事的 层服你来小兰,立即打着圆场你过来 层服还是看了一眼路易 在他点头下才过去的 你陪他钓鱼 他好哄,你跟他唠唠嗑就好了 我去安抚一下,你家老板 钓上来一条鱼好不容易的惊吓,撅着嘴嘟囔着 哎呀呀,没事 能钓上来的层服感觉自己不太会安慰人 此时此刻不知道说什么话 才好可能那条鱼跟你有缘无分吧 你怎么回事蓝青璇走上站台 怎么心不在焉的 你和金夏真的不认识吗 路易看着他 路易的眼睛实在是太过于炯炯有神了 像是古代锦衣卫审讯一样冰冷 似乎没有任何谎言 可以透过这双眼睛 蓝青璇不敢撒谎又不敢回答 只好避重就轻你 怎么这么在乎你这个秘书 路易何尝不知道他抛开了话题 只是他的问句的确问到了他的心里 毕竟是我的秘书 多关心一点也是应该的 蓝青璇丝扯着金针菇 抬头看了看他 嗯,还是那样冷漠 你跟我就不必心口不一了 你那么多秘书助理 公司那么多工作人员 我也没见你对谁那么上心过 门心自问 你真把他当秘书 不当秘书当什么 你这脑袋里想的都是什么 我又没说什么蓝青 玄笑笑你以为我说的是什么 路易不答 小蓝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又在旁边的小睡盆里洗了洗手你喜欢他 蓝青玄不是问句 似乎是在陈述事实 陈述他的内心 哦 路易迅速回答 你觉得我喜欢他 小蓝像是看破天机 手势着不好碰他 只好用肩膀撞了撞他 你是担太久了 还是没喜欢过别人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啊 你仔细想想 他对你来说 真的只是秘书吗 路易的眼神开始不坚定了 小蓝的话好像并不无道理 自己对他是不是有点太伤心了 你好好想想吧 沐鱼脑袋小蓝没有在停留 而是从他身边路过来 今夏 哥给你拍两张美照 路易愣在那里 食材就握在手中没有动作 沐鱼脑袋 也只有蓝青 选敢这么说他了 老板层服在他身后 你弄把路易退后把位置让给他 自己则去洗了洗手 我咋感觉差了点 啥蓝青旋左右摆弄着手机 总觉得哪里不对墨镜 墨镜你戴没戴 我没戴 今夏撅着嘴我以为出差不能出来玩呢 没事 我有办法蓝青旋小跑了几步 向台上大喊路易 墨镜 路易把自己的墨镜 从衣领处拿出来递给他 换个姿势蓝青旋 不断变换着角度 给今夏拍些照手举起来 拥抱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脸再侧过去一点 好就这样别动 小童和层服弄着食材 两个人窃窃私语着 什么路易没有听进去 也没有很想听 他站在露台边 双手撑在栏杆上看着湖边拍照的两个人 准确地说 是一个人 他喜欢她 不会吧 但是他现在的心的确很乱 对于今夏 他好像是有不太一样的心思 甚至觉得很多时候自己的情绪也会被他影响 今夏和他平时里所接触的那些女人不太一样 没有阿谀奉承 没有处心积虑 没有假笑面具 也不带着利益目的 可只是单单因为这 这难道不是新鲜感吗 这怎么会喜欢呢 那如果不喜欢 路易叹了口气 真真是心乱如麻了 傍晚的微风吹过来 吹动他的衣衫 光从右侧打来 以层幅和小彤的视角来看 路易是站在光里的 不过路易没有在意 因为他的眼里有另一束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兰青玄你行不行我胳膊麻了 不行啊 你这腿显得太短了 你是不是本来就腿短 你大爷的 你说我腿短 我说的是事实好吗 你死定了 哎呀你轻点 怎么下死手呢 你看我不打死你 哎呀姑奶奶轻点轻点 难道自己已经喜欢上他了吗 落日很快 到天黑不过寥寥十几分钟 炭烤的肉总是香气四溢的 这夜晚的天也好美啊 今夏向层幅说着 咱们那好像没有这样透亮的天 大城市污染太严重了 层幅回答得很官方 近几年国家发展得太快了 打住今夏做出虚的手势 在层幅闭嘴后意正言辞地拍了拍她的肩层幅 你不能跟着陆总久了 跟她性格越来越像 不然你很难找到女朋友的 则还没等层幅开口 陆毅倒是皱了皱眉 我怎么了 你 很好啊 今夏笑笑 这老板怎么得罪得起 蓝清玄最会审时夺势了话说今夏 你不喜欢陆毅这样的吗 喜欢啊 今夏笑得灿烂 我们陆总人见人爱的 帅气又多金 温柔又体贴 玉树又临风 英俊又潇洒 行了蓝清玄打断她我知道 再说下去你就没有词了 陆毅知道 她是在拍马屁 但还是不禁失笑地看着她 这人呢 Nev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